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易做的香草煎羊扒 希望大家喜欢, 在影片前记得订阅、分享、留言和按LIKE 马上去的影片 好了, 让我介绍一下这个香草煎羊扒的材料 1004件的羊扒, 就这么简单 首先, 要处理一下羊扒 我之前也说过, 用刀去刷 刷完之后, 腌肉会容易入味 煎的时候, 会容易容易熟 刷完一边, 再刷另一边 就是这么简单 刷完之后, 刷平的碟 待会刷完之后, 再和大家继续 刷完之后, 刷一点蒜盐 如果没有蒜盐, 就用普通盐 加蒜头, 加蒜蓉 但是, 因为我这次很懒 就是用一个超懒型的煮法 就用蒜盐, 变成有蒜香味 这蒜后, 加入百里香 就完成了 用蒜盐之后, 加入胡椒粉 炒完之后, 炒完之后, 加入蒜盐 炒完之后, 炒完之后 炒完之后, 炒完之后 完成 接著要煮多久呢? 要煮15-30分鐘 沒所謂,在乎時間有多少 我這次要煮30分鐘 30分鐘後就開始煮 到時再和大家繼續 鍋裡放了2湯匙的油 一用大火,熱了之後就放些羊排煎 放下去,不要動 用大火煎至1分鐘 不用1分鐘,然後才反轉 這時候,要蓋上焗煎 焗煎就可以不怕油彈出 好了,1分鐘 1分鐘後再反轉 加上火 煎至1分鐘 煎至1,1分鐘 再熄灰 一片煎至1分鐘 現在把火擀開 做中鎖 灰火 còn要端開 煎至2 每次煎至1分半 因為我這次是要全熟 好了,又1分鐘 剛才說錯了,1分鐘不是1分半 現在再加少許鹽 不用太多,少許就可以了 要每一件少許 然後再翻翻 再加少許鹽 已經煎至1分鐘 好,最後1分鐘的魚肉 再加少許鹽 加入白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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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香草 加入香草 在每边锻十多秒 既然 rodz делают香草的味道 完成 那 mixer不 HAO 好,完成了,夾到这里再和大家继续讲 好了,这个香草煎羊扒已经完成了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记得留意下一集,拜拜